国足队长被问有没有负机,吓得连字幕不敢打出来了,在世界杯期间,白斩机的舆论越来越高,至今都没有下去,而世界杯的比赛也使得国足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,要说现在形容国足最多的一个词,那应该就是白斩机的舆论。 白斩机了吧,被说是白斩机的球员们纷纷不同意,发出各种回对的方式,包括晒腹机,以为这样就堵住一路的风口,那他选错了,冯萧婷参加一个节目,在节目中被女主持人问,有牛欧腹机,露出来看看,冯萧婷这下好了,牛吹大了,不敢了,应该后悔上这个节目了吧。 在自己多次说没有,想拒绝晒出来的时候,女主人一句话引起了注意,好意思喽,这下国足队长牛吹大了,被女主持人现场打脸。 太尴尬了,球迷表示,这耳光打得真响,包括世界杯期间去看球赛的中国球迷,头上带着中国的必胜的标志,手里却拿着其他国家队员的标志,简直太打脸。 互联网的呈现,成就了一大批又梦想又野心探望创业成功的人,像大佬们草德网,马云,马化腾,雷军,刘强东,李嘉诚,绿燕红都是赚钱高手,点击下方了解更多,学习最适合你的挣钱方法。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,错过这次互联网商机,将会错过一个时代,传统行业营销方法收入翻三倍,到五倍不止,点击下方了解更多咨询。